四川青神县有着丰富的竹制资源 当地村民利用这一根根普通的竹子做起了文章 这不足一厘米的竹片 在竹编艺人的巧手中 就会包成12或24层的薄纱 经过近半个月时间 一幅栩栩如生薄如蝉翼的竹编熊猫画 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一件精美的竹编工艺品 需要经过选竹 刮青 起迷 开丝 染色 编织等十余道工序 陈云华说 这批订单三百件明天就要交货 还有最后三幅作品今天就会完成 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青神竹编 不仅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且文明海内外 在家就这么很轻松 一年的整个五六万块钱 还是比较可观的 主要是我居家旧的 目前青神县种植着20万亩竹林 1.5万农户从事竹编技术 户均从竹产业方面增收3500元以上